折服,第一集,去天山寺的路上,曙光微透,月还挂在山间,蓝望鸡两指撩起窗车,探头往外望去,前面骑马随行的侍卫察觉到,回头道,主子,差不多一炷香的时间,就到天山寺了,蓝望鸡点了点头,缠声似乎格外的躁,侍卫松松一笑,道,是,可真是个长下呢,没完没了的。 恰好一阵山风吹过,风还是暖的,却不拙人,裹着夏天最后的热议,蓝望鸡放下窗车,低叹一声,多是直秋啊。 侍卫估计得很准,不过一炷香的时间,他们就到了天山寺,别人来天山寺都是拜佛祈福,蓝望鸡却是为了藏经阁那一屋子经书。 进了藏经阁,蓝望鸡就让侍卫们自行退下,他每隔一月都要来静待一日,静读经书,不许任何人打扰。 如今危乱之局下,关系错综复杂,事物繁聚,这是他身为世家公子,难得的清静时光。 可今日,仿佛应了他那句多事之秋,门口一阵骚动,蓝望鸡听见自家侍卫呵斥之声,蓝大人在此,不得无礼。 在第一声兵刃碰撞的翠鸣声传来后,蓝望鸡合上手中书,夺不到门口,一把拉开了门。 门外身着飞红锦鱼服的一众侍卫,见到他,立马停下了手,蓝大人,飞花党主谋出现在天山寺, 被我下属重伤,往藏经阁方向来了。 我等奉命言查,还望大人见谅,容我等进去探查一番。 飞花党,正是近日来在京中掀起轩然大波的那波亡命图,在街头巷尾,市井里间,随机飞散小间,书命官罪正,皆朝中丑闻。 想到这儿,蓝望鸡淡淡瞟了眼那侍卫,只见他眉间恭敬之下,是难眼的巨傲,话里话间都是不容拒绝的强硬,心中不喜。 我一直在,这儿没有你们要找的人。 侍卫拱了拱手,上命难违,这也是为了大人的安全,还望蓝大人海寒,容属下进去探查。 蓝望鸡冷冷开口,奉命。 奉谁的命? 侍卫威养下巴,驱似成特令,严查飞花党,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。 蓝望鸡覆手而立,挡在门前,驱通静。 他要茶,那就让他自己亲自来吧。 两相僵持之下,蓝望鸡突然感觉一滴温热的液体,滴落在自己身后的手背上。 蓝望鸡同人鸡不可见地晃了晃,沉下声来,白刃,还不送客。 是,白刃一刀拦下那围守侍卫,逼着他后退几步,蓝望鸡顺势关上了门。 门外传来小镇骚动,很快恢复到平静,想必是那侍卫也不敢真跟蓝家的人拼命。 蓝望鸡低头瞥了眼虎口处那抹红,不动声色地抹了去。 他知道这屋里有人,也不想给自己找更多麻烦,只希望那人静悄悄离开。 可对方却不是这么想的。 蓝望鸡刚往前迈了几步,眼前呼得落下了个人,一身乌黑,像是早间那山头的雀。 看不出来呀,公子倒是个狭义之辈。 面前人黑不照面,只露出一双眼,蓝望鸡盯着那双眼,心里波涛汹涌,魏无羡,怎么会是他? 世家,新贵,宦官,任何一方的人都不稀奇,可偏偏是满门军将出身的魏无羡。 领兵之人,自是可以独立于朝堂纷争,不论哪一方是最终的圣者,都要依仗收拢他们。 蓝望鸡想不出魏无羡这么做的理由,把满朝上下得罪个便,便是魏家最后能保他,也免不了掉一层皮。 那头魏无羡还跟个喜鹊似的,扎扎个不停,公子方才去人之姿,真是让我见之倾倒,魏无羡,蓝望鸡出声打断了他。 魏无羡身体一僵,公子认错人了吧。 他包得如此严实,还故意变了声,蓝望鸡怎么认得出他。 蓝望鸡不欲与他再变,往前走去,擦身而过的瞬间,无意瞥见魏无羡胳膊,乌黑衣衫下透出暗红,血把布都如湿完了。 蓝望鸡步子一顿,你不用先止止血吗? 魏无羡不顺在意地答道,这点小伤算什么。 蓝望鸡冷吃一声,拔布就走,迈了几步,又转身回来。 魏无羡眼见蓝望鸡去而复返,掀起外衣,从肃锦里衬,撕扯下一条长长的段子,动作麻利地往他胳膊一缠,将将好压住他渗血的刀伤。 魏无羡下意识地后退了一步,蓝望鸡扯着那不条,冷着脸将他拉了回来,魏无羡吃痛,颤颤出声,撕,很痛啊,蓝望鸡。 这下倒是完完全全的本音了,蓝望鸡手上一圈圈缠着,抽空瞥了他眼,这会儿又不装了,两人素来不怎么对付。 香蕉薄蛋,从未靠得如此之近。 魏无羡许多次欲打破僵局,显露出结交之意,蓝望鸡却总是一副巨人鱼千里之外的模样。 此刻,魏无羡看着这张冠绝精华,号称映月之姿的脸,有些痴谎。 他张张嘴,右臂上,终是忍不住问出,蓝望鸡,你为什么不喜欢我呀? 蓝望鸡紧紧紧缠完最后一圈,血不再渗出,正挽着结,冷不丁听到魏无羡这么一问,抬眼看他,我为什么要喜欢你? 即使隔着块黑布,蓝望鸡也能知道魏无羡撅嘴了,囊囊道,惊中人人都喜欢我,只有你,这实在是有些孩子气的说法了,蓝望鸡竟然一时不知如何应答。 是了,人人都喜欢,为何独独我不喜欢?若不是人人喜欢你,你又如何得知那么多密心,搅得京城大乱? 无论对方是谁,魏无羡却是天生,就有招人喜欢,惹人上心的能力。 最终,蓝望鸡只是说了句,自个藏好,等会儿再走。 中秋宴,蓝月楼,皇帝设宴款待群臣。蓝月楼是宫中最高的建筑,与之笔尖的另一座,换作摘星楼。 今日,除了天上的满月,摘星楼顶上,亦挂了一面骨,此骨用于肚皮做成,在月色下泛着荧光,好似另一轮满月。 但饮完第一轮酒,皇帝身边的监士上前来,高声道,各位大人,皇上有令,此处有剑三只,哪位能鸡响对面的满月谷,赏玉叶一杯。 众人朝那监士端着的盘中望去,三只剑的剑头被厚厚地布包了起来,骨若求壮,像是一只骨锤。 且不说此处离那满月谷甚远,这剑前头重后头轻,急易下坠,非剑术神勇者,绝无可能鸡响对面的谷。 文臣们席六翼,虽通剑术,但也不敢贸然出头,纷纷拢袖旁观。 武将或许能一世,有跃跃欲试者,见无人请英,都不敢当一个,怕抹了同僚的面子。 一时场面陷入尴尬,监视微笑道,只是个游戏,诸位不必拘谨,若有举剑的人,也可说出来。 陈不才,不过倒是有一举剑,驱通竟第一个站了出来。 高台上皇帝的声音传来,爱清淡说无妨。 素闻蓝望及蓝大人精通六翼,举傲世家,想必建议也必不俗。 为无限本哉悠哉悠哉地看热闹,听到驱通竟举荐蓝望及,不由得眉间一耸。 这家伙又在打什么坏主意? 这距离非大功全章不可,蓝望及纵是会建议,那也只是娱乐之术,使得都是精巧的戏功。 戏功同大功中间,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,这不存心让蓝望及难堪吗? 果然,听到驱通竟的推荐,有个直肠子的将领,当即嚷了出来。 我说去大人,你这不是瞎举剑吗?怎么也得剑个武将,才有可能吧? 可别白白浪费一支剑。 是啊,是啊,周围其他武将硬喝道。 魏无限趁机站上前去,皇上,臣愿先打头阵。 本来如老僧入定的蓝望机,听到魏无限出声,眼皮动了动,瞥向了不远处的魏无限。 驱通竟转向魏无限,怎么? 魏小将军就这么笃定蓝大人不行吗? 驱大人勿要胡乱揣测。 揣测? 驱通竟笑笑,我记得,以前在武学堂比剑的时候,有人提出请蓝大人过来禁忌,魏小将军回说蓝望机都受成杆了。 过来拉大功,别把自己当剑射了出去。 魏小将军,试别三日当刮目相待,莫被旧剑蒙了眼。 空气陷入凝滞,魏无限胆杆颤颤,偷偷瞥了蓝望机一眼。 正对上蓝望机悠悠望向他的眼神。 他当年年少义气,面对同辈中一起绝尘的蓝望机,只有武艺剑术方面,能胜过他,少不得说几句大话。 虽然他记不太清了,但却是可能是他说出的话。 可是,驱通竟怎么知道? 如果驱通竟知道,那岂不是代表蓝望机也可能知道。 难怪,蓝望机不待见他,好了好了,皇帝看够热闹,开口道,望机,你可愿意试。 魏无限松了口气,只要蓝望机自己推掉就行了。 谁知,蓝望机拱手行礼,恭敬道,沉献丑了。 他竟然硬下了。 蓝望机从容走出列,从监视手中接过大弓,拿起又起的第一支箭。 启示,拉弓,搭箭,一气呵成。 周围的人见蓝望机毫不费力地拉开这么大一张弓,也是议论纷纷。 看不出来呀,这架势有几分武将风采。 魏无限紧张地盯着蓝望机,拉弓只是第一步,要射准,那才考验力度和精度。 蓝望机将弓微微上扬,使箭头朝向天空。 箭在空中划出一个弧形,在下坠中精准地击中鼓心,发出通亮的东的一声。 蓝望机侧过脸,隔着人群望向魏无限,似有深意。 魏无限喉咙滚动,蓝望机何时,这么厉害了。 满场喝彩,武将折服,文臣更是脸上天光。 只有驱通镜,黑着张脸,目光阴森,暗恨道,好一个蓝望机。 咱们走着瞧。 水泻亭前,蓝望机正一步一步踏上台阶,嘴角擒着一抹淡笑。 这笑一直保持到蓝望机撩起垂沙,魏无限正坐在里面,脸上是不容忽视的乌青。 蓝望机嘴角瞬间下沉,一步步走到魏无限跟前,垂眼,目光停滞在那片乌青。 谁干的?魏无限咧嘴一笑,扯到伤口,痛思一声,笑道,怎么? 蓝大公子要帮我报仇吗? 蓝望机视线上挪,对上魏无限的眼,两人目光在空中静静交致。 不是吧?魏无限怪叫,真准备帮我报仇啊。 哎呀这点小伤,惹得蓝大公子这么心疼我,在下真是受宠若惊呢。 蓝望机服衣坐下,不再分给魏无限半个眼神,专心地洗茶,冲泡。 魏无限以为这茶就这么过去了,谁知,在鸟鸟生起的茶物中,蓝望机像是闲聊般,得罪谁了。 魏无限乐开了花,歪头凑到蓝望机面前,没想到蓝大公子这么护短的呀。 哎呀呀呀,可惜了。 魏无限择了两声,早知道,早该自荐入席,白白少过了那么久的好日子。 蓝望机了眼,静静看他,魏无限这般插磕打混,是不想告诉他谁动的手吗? 可这圣经城中,敢这么明目张胆动手,还能把魏无限脸打成这样的,他不说,蓝望机也能查到。 蓝望机不说话,只盯着人看的时候,是很有威慑力的,魏无限在他冷静的目光中,逐渐败下阵来。 他心虚地坐直了身体,我爹奏的。 这倒是有些出人意料了,蓝望机没攻危台,似是在说真的。 武将家的儿子挨奏很正常,可谓无限有功勋在身,又不是小孩子了,听上去着实不太可信。 真是我爹,魏无限皱着张脸,焦躁解释道,要是别的人,我再怎么也得护着下脸啊。 我这么俊的脸蛋,变成那野花猫了。 哎,我爹也真是的,打人不打脸,没听说过吗? 要不是看在你第一次邀约我的份上,我这半个月都不打算出门了。 你是不知道,他们看我的眼神又,蓝望机往旁一贴,魏无限本就脸小眼大,脸上红一块青一块的,小嘴巴巴巴的,却是很像路边骂骂咧咧的野花猫。 蓝望机手心一阵麻痒,不自觉抬起手,顺着摸了摸魏无限的头,像给喵咪顺毛那样安抚他。 魏无限声音戛然而止,整个人僵住,眼睛瞪得老大老圆,眼珠向右一滑,不可置信瞟了眼耳旁。 蓝望机的手微凉如玉,一下一下地顺毛,还怪舒服地,呸呸呸。 魏无限,你在发什么吃? 魏无限反应过来,羞一向火星,一下把它点燃了,从脸到耳红了个遍,连乌青都盖不住。 你,你,你干嘛? 耳旁的手一顿,蓝望机看向眼前根颗红枣似的人,镇定自若地收回手,安慰你。 我,我又不是,小孩子了。 还在被爹揍,不是小孩子是什么? 魏无限不服气,那是,那是因为,你爹知道你是飞花党了。 你怎么知道? 我想不出,还有什么别的事,会让你挨这顿揍。 魏无限整个人跟一下被抽了金式的,垂头丧气道,我爹快气死了。 是了,武将守的是疆土,尊的是圣命,至于王朝是不是正通人和,而安远至,不是,也不能是,他们该操心插手的事。 见蓝望机沉默,魏无限有些坠坠不安,蓝战,你也觉得我错了吗? 对于父亲的责骂,魏无限还能不为所动,可若是连他一直欣赏凝望着的蓝望机,也认为他是初位僭越呢。 魏无限忽然有些害怕,偏过头,算了,当我没问。 你没错,蓝望机望向他,人人都直讲守城,谁来改变? 蓝战,魏无限有些证然,你不会觉得我此举,太过激进了吗? 输命官罪正,皆朝中丑闻,搅乱这一池死水。 众疾虚猛药,乱举险生机,蓝望机眼神笃定,魏英,无人比你更勇,从前如此,现在也是如此。 魏无限被那坚定温和的目光包裹着,鼻头发堵,一股暖流从心肩躺过,早点跟你当好友就好了。 蓝望机听到这话,眼底划过一丝暗色,好友吗? 水泻停之会后,魏无限同蓝望机的关系愈发亲近,到了每隔两三日,都要相见的地步。 屈通静,屈通静曾派人严查飞花党,其手下还一路追着乔庄的魏无限到了天山寺,难说没有查到什么。 此刻,屈通静坐在一边,另一边坐着蓝望机和魏无限。 我竟不知道,蓝大人同位小将军,何时这般要好了? 蓝望机冷冷去他一眼,怎么? 我同谁交好,还要先报告屈四成吗? 屈通静俯然一笑,我只是好奇,两位是自中秋燕,还是屈通静身体前倾,目光锐利,更早之前就结缘了呢? 这显然是在试探天山寺追查飞花党主谋一事,不过蓝望机猜测,屈通静应是还未确定,那天那人是魏无限。 正待开口,身旁的魏无限先一步动作,头一歪一靠,枕在了蓝望机肩窝。 屈四成怎么知道,我心目蓝大人已久。 蓝望机袖中的手顿时收紧,魏无限的头抵着他的颈,只要他微微一偏头,就能贴上。 屈通静前倾的身体僵住,看着魏无限堪称娇羞的笑,又瞧瞧一脸淡定的蓝望机,干笑两声,坐了回去。 魏小将军说笑了,我哪能知道?你不是说,我在武学堂讽刺蓝望机,拉不开弓吗? 其实啊,我知道他拉得开,但我不想他来,他这般疯姿出众,要是被别人看上了,那我得伤心死了。 屈通静嘴角抽了抽,是这样吗?还未等屈通静反应过来,魏无限追击道,屈四成这般关注我们迦兰大人,不会有什么非分之想吧? 屈通静喉咙一梗,正瞧见蓝望机冷冷杀过来的眼刀,他是疯了,才会去消想这个火炎吗? 不,不不不,怎么会呢? 小将军多虑了,祝二位百年好和。 我还有事,先行一步。 看着屈通静脚底抹油似的,飞溜着逃出去,魏无限瘫在蓝望机身上,笑得花枝乱颤。 蓝湛,你看到没有? 他的表情,哈哈哈哈笑死我了。 三 practitioners。 四颗,方蓝虑红,看一眼。 你们可能会吃什么瘫? 我们可以吃蓝湿的。 这边可以尝尝一下范范点。 我们可能会吃蓝湿的,吃脆就是有什么鎚的。 您可以尝读你的口中央时,